哈囉 大家好我是姊姊Mindy 我是Lian 然後今天我們要分享我們 怎麼畫我們的眉毛 所以就是等一下大家會看到我們只有一邊眉毛的狀況 就有點可怕 因為我眉毛非常簡單 我覺得沒有人會有一邊眉毛還會是漂亮的啦 所以就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畫眉毛方式完全不一樣 然後給大家參考 那我覺得我的畫法是比較適合初學者的畫法形狀 所以如果你還抓不到你眉型的話 你這種畫這畫法很容易會失敗 然後首先你找到你的鼻翼 鼻翼在這 拿一支筆 從鼻翼上面然後對著你的眼頭的地方畫上去 這就是你眉頭應該的地方 那接下來眉尾的地方是一樣你的鼻翼 然後根據你的眼球 比如說你要找左邊的眉毛 那你就接著你的眼球 輕輕地畫過眼球的邊緣 而不是穿過眼球 輕輕畫過眼球的邊緣就要對上來這個地方 就是眉封應該的位置 那眉尾的地方呢 是從你一樣是從鼻翼 經過你眼睛的邊緣畫過來的地方 這就是你眉尾的位置 這三點 好所以現在就開始教大家 我們怎麼畫我的眉毛囉 好然後我左邊的眉毛已經畫好了 我現在要開始畫我右邊的眉毛 然後我會用Mini Box 它這邊有四個霧面的顏色 然後除了白色之外 我今天這三個顏色都會用到 然後一開始我會用這個中間色 畫我眉中的位置 因為我眉中的毛其實是有的 所以我就是把位置大概抓出來 然後可以用眉中當基準點 然後我就會往前畫 往後畫把整個眉毛畫出來 然後就大概抓一下位置就好 不用很刻意把整個眉中畫完成 然後接下來呢我會沾就是 剛剛那三個顏色中最淺色 然後來畫眉頭 平常我喜歡畫有一點方的眉頭啦 我還可以這樣往上畫 看起來比較像是真的眉毛 然後眉頭這樣子差不多了之後 其實我一開始都是會 畫眉毛之前因為我眉毛很亂 所以我都會先用那個 spoolie把眉毛都讓他們歸位 然後在我畫的途中 我會隨時就是 讓他們是確定是在對的方向上 看一下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就會拿眉筆 然後建議用的眉筆是RMK的眉筆 我習慣先從眉尾的下方開始畫 因為現在我喜歡把弧度是拉在下方 所以先是往下畫 然後往下往後拉 下面畫好之後就從上面 上面就從眉封的位置然後往下 然後讓它兩個交匯在一起就可以 就我眉封在這裡好了 然後你就從眉封那樣往後畫 然後跟我剛剛下面畫一下 先交匯在一起 然後大概抓出一個眉尾之後 我就會再用眉粉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用最深色 然後沾一點淺色 有不想要禮畫上去就看起來很突兀 然後慢慢把它加深 然後這樣子的眉毛就畫完了 然後我的眉毛是有一點眉峰 可是不是到很翹的那種 也不是很平眉 就是比較自然的眉心 好 所以我這邊的眉毛已經畫好了 因為這邊的眉毛比較完整 所以我這邊通常會先畫 然後這邊的眉毛再對照的另外一邊來畫 然後我第一步呢 我會先用這個 就是眉筆 把我眉毛的外框畫出來 因為我眉毛本身就是很淡嘛 所以我就自己創造出我想要的眉型 所以我習慣呢 我會先從下方開始框 因為從下方開始框 因為我喜歡畫比較有弧度的眉型 然後這樣比較好抓出我的那個弧度要在哪裡 好 然後再來是再把上方框起來 這就是淡淡的 就好 不要太深 等一下也要把外框就是暈開 然後再把上下兩條線的結尾 會合在一起 然後框框就畫好了 然後這時候呢我會再用這個 KATE的三色眉粉 就我通常其實只用到下面兩個比較深的顏色 然後我會先用下面最深的顏色 畫眉尾的部分 然後其實就把中間的框框填滿 然後同時也記得要把旁邊剛剛畫的那個外框 暈開 要不然會很不自然 然後中間那一段呢我會再用 就是 這兩個 把這兩個深色混在一起畫眉中的地方 然後再用中間這個咖啡色 然後再用中間這個咖啡色 畫眉頭 然後我眉頭這時候其實 我的位子會畫得比我剛剛用眉筆框的地方再往前一點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眉尾是比較俐落一點 就要剪 所以我都會再用眉筆 再把眉尾畫出來 他可能覺得眉頭會有一點 我自然要用手把他 暈開 好 現在要這樣塗就兩邊 就畫好了 大家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我們兩種不同的畫法 看你眉筆是怎麼樣 他都比較適合自己 下個影片見喔 掰掰 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們的畫中包 好喔 我本來就很熟 很熟的袋子 就是 就客人 我本來就說 我爸媽他們去那個 苗栗什麼鬼的 客家唇 客家唇的時候幫我買的 就我個人很喜歡 說話